大家好,恭喜發財 今天就是年28 首先在這裡祝大家龍年龍馬精神 來到這個農曆新年 大家一定很想知道榴年的運程 又想看看今年的運程是怎樣的 所以我們今天又請到 伍子明風水大師來到 伍師傅,你好 你好,Maggie,觀眾大家好 先恭喜發財 年28拜過早年吧 很想知道,知道去年 你跟我們預測這個國際大運非常準確 今年我就很想問一下 今年這個國際有什麼大事發生 今年可以用一個字代表全年 一個洞字 但這個洞包羅萬有 第一,國際很多很多不同國家 今年都會有選出一個新領導出來 包括中國、香港很明顯 台灣剛剛選完 現在變化萬千 多數都是變不同的人 更重要 即是換句話 當權可能要轉位 今年 這是第一個特性 第二個特性 因為動得太緊要 就變成今年天災都會不少 就是會動 連地下都會動 那大家有哪個地方 大家要留意 一個正南 一個東南 會動更多 所以印尼一帶 今年都有輕微海嘯 日本都有很多小型地震 沒有去年那麼大事 去年真的很大事 即是說今年可能會有天災 但沒有那麼嚴重 那也好一點 除了天災之外 還有什麼要留意 還有第二項要留意 因為今年主要健康方面 衛生方面 偏向上呼吸 所以今年會有輕微的沙斯 所以最重要是注意空氣的環境 今年 那其實這件事會發生在哪一個方位 多數的病患來自於北方 即是北方地方傳入南方 今年 反轉下 北方傳入南方 即是天災在南 但是病災在北 剛剛一個對焦 那除了之外還有什麼要留意 今年的世界上最重要的行業 就是能源行業 今年的太陽能會有突破 包括怎樣儲存這個太陽能 所以做太陽能 譬如做那個叫做Solar Farm 大型那些今年有得找 還有這個高科技很激烈今年 舉個例 譬如黑妹會拍賣 而且我預測那個買家 多數都是Samsung 三星會買它 多數 真的啊 因為今年文昌在東 文昌在東就變了日本 和韓國這個高科技非常昌盛 既然這麼盛 如果買現成就好 可以從頭來過 會看中黑妹很多專利的東西 還有蘋果 Google 和Microsoft 三個金融股票都會上升 那是否算是今年大利的事業 就是IT IT 高科技能源 都屬於火那方面 今年是第一個大利 最重要 那如果除了這件事之外 那今年有什麼好事會發生呢 你覺得 好事來說 世界沒有去年那麼波動 尤其是中部的地方 會慢慢平穩 中東那方面 還有這個中國很厲害 中國今年我的預測 是8到9.5的經濟增長 哇 那很厲害 對 很厲害 我們今年中國 所以他怎麼說都沒有用 他就是生長也沒有苦 那大師傅 你覺得今年和上年比較 你會覺得 接下來這一年是好過上年 還是你覺得是差不多 是絕對好過2011日 因為2011那個破軍入中 是很多麻煩的 又多像打 今年六雲入中 本身動中大財 你大財怎樣都好些 那今年師傅說完之後 大家都安心一點 是時候要問一下師傅 關於新肖的榴槤運程 今年就是農年 而且是水農年 所以第一個會受影響的 是熟農的人 熟農的人 熟農的人叫做坐態歲 坐態歲 一般來說好還是不好 主要是針對健康會 比較容易出問題 就是容易多小病痛 傷風感冒 容易意外 所以熟農的人 最重要是保養身體 多點休息 多點運動 還有駕車小心點 就是容易受病 當然 亦都同時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 冒險性的投機 熟農的人 由於犯太歲關係 都是主動 你如果做個行業 做買賣 做進出口 經常到處去 反為好事 如果你熟農的人 錯寫設留 不動的話 怎麼辦呢 這樣就變了 不要想太多事 安安拿過這年就可以了 感情方面 由於犯太歲 所以是融有聰明 蛇的人 今年是十二生肖裏面 第二個最強翼馬的生肖 所謂翼馬 就是愛又遠又 這意思 所以如果你是熟蛇的 你會很喜歡旅行 喜歡到處去 如果你開旅行社 或者搞旅遊 做導遊 當然沒得談 還有如果你是做貿易 國際貿易 到處去 主動親自去 我還要 這樣你熟蛇都是相當好的 但是熟蛇那方面來說 今年這個情願 就是可有可無 不是說非要結婚 或不結婚不可 有就行 沒有就行 所以有少少靈性的修養 有少少感情方面 會看得比較淡 所以你熟蛇的人 如果你是做內家修圍 做戲公司 瑜伽術 都會認了這個心性的事 所以都會做得很成功 所以龍和蛇 都是有一定的聯繫 今年都是有一個動物 我們周時都聽到龍馬精神 其實都是從玄學走出來的術語 所以術馬的人 今年精力充沛 這樣也都是很喜歡動 今年因為精力這麼充沛 但是也都要做一樣 就容易意外 容易血光之災 但是文昌在馬的人 所以術馬的人又讀書 今年成績應該不錯 如果你已經做事 你是做用腦的事 比如做電腦 做設計 那你術馬的人今年都會很成功 所以馬的人來說 也都可以做研究 因為你這個文昌這麼強的關係 寫書 這些都是很適宜信馬的人 但是如果你是做外科醫生 手術醫生 都是好事 因為認到那個血腥的關係 讓你以為何這樣做 繼續進行 《羊》來說 今年比較奇怪 因為十二生肢內 羊非常忠勝 沒有合約無衝 平安是福 平平穩穩 有沒有特別的姻緣 又不是說很差 所以凶屬羊的人 今年用一個字來代表它 就是一個守字 即是以不變認聞變 比如你要有一大的計劃 要有些冒风险 就不是那么适宜在今年做 你说转工 除非真的很特别的情况 也都不适宜转 就是主保守 你属羊的人 还有属羊的人来说 如果做了太重要的事的时候 总是有些事会惊一惊你 所以变成你记住 就是这个做灵性的修养 做保守的事 还有多些做 这个叫做 英文叫做助理那方面会好点 所以猴子的生畜今年非常不错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猴的人 同龙藏了三合 但他就不是直接合 他是要加个老鼠才合得到 所以叫暗合 所以今年有很多隐藏的贵人 被人帮助都不知道是谁 如果是打工熟猴的人 今年有机会升级 就是升级 财务都OK的 如果你是属猴的人 结了婚 又没有小朋友 今年是比较容易 怀人 如果女猴又怀到人 男猴的太太都会容易怀人 因为应该起庆的关系 这样属猴的人 今年也大些动作 做事不怕 比较冒险一些 一些新的东西 但是尽管去做 因为自有贵人帮助 接着这个就很重要了 因为十二生肖 这个排第二最好的生肖 根本就是属鸡 鸡为什么这么好呢 因为铜龙叫陆合 合起上来 就是贵人相助 太岁相助 陆合之年 也都带来桃花 所以人际关系非常好 如果你做公关 做明星 做歌星 经常做公众的东西 对人的东西 你属猴 今年是很成功的 如果你没结婚 今年可以结婚 如果结了婚 应该会更加恩爱 由于合得这么强 如果你做行业 做公关性行业 有人事而得才的行业 你属猴的人 应该非常成功 如果你一直有些计划 是这么多年想做 因为去年鸡 冲得真的不太行 今年刚刚调转 今年就可以做解围突破 一个匹极太来 大发展的一年 所以在这里 恭喜你们大家属鸡的人 今天我们讲讲两个很重要生肖 就是狗和猪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狗和龙 刚刚相对 叫做冲铁碎 对冲铁碎 冲铁碎 他就煮破财 煮损财 所以你属狗的朋友 第一千万不要赌博 投机 赌场面 问他 看下秀就OK 你倒完一份就 比加货点 所以才主正不主偏 二手不移工 而且也犯了血性 容易意外 血光之灾 所以属狗的人 如果你早点去捐血 研身就稳阵 但如果你说做徒夫 做外科医生 做抹牙的 那你属狗的人 今天都OK的 还有 如果你是做官界 警界 就小心意外 尤其你如果 铺窗 运轻 警疫员 属狗 就必须要小心 不要太拼太准 猪的人 十二生肖里面 今年排行第三第四 那么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指微星入局 指微煮拳 煮明星 现在猪的材星 今年是拦了拳 和拦了明 所以如果你要赚钱 属猪的朋友 一定要令自己成名 或者抓到拳 那你赚钱多了 那么这个属猪的人 非常适宜做公关性行业 因为公关性行业 你就有机会 对到人 吃到命 还有 如果你是做政界 抓拳 做部长 你刚好属猪 今年 那些人会听你说很多 所以尽量 是可以去发展 那么这个猪的人 也都有一些主动 那么如果你是要预动 以世界为家 那么你越去的地方多 今年你赚钱都会越多 不过由于走来走 比较劳碌 要小心身体健康 老鼠来说 今年要恭喜你了 老鼠的朋友 因为十二生肖 今年排行第一 就是你们 原因你和这个龙的人 太岁是正三合 就是说太岁来帮你 里面主拳 煮菜 也都煮桃花 那么如果你是一路 都没有机会升级打工的 你今年有机会升级了 如果你做开生意 就最好扩展 尽量发大 都不怕 尤其是你如果是桃花性行业 比如做美容 做影艺界 做这个设计那方面 今年带你 那么这个属鼠的人来说 就是比较上 独来独往多点 如果同样合复 除非你能够抓拳 如果不是 就要小心合复方面 因为你拳过程 产生人事问题 牛里港 今年是发太岁的 跟这个龙相对 也都叫做 伤破太岁 变了就是说 很多时候做做 要反复 又由头做过 或者改变方向 就会认为熟牛那方面 由于你太破关系 所以第一要注意人事 但是你本身带拳 所以你熟牛的人 是做一些比较 军政界的事 比如做军人 做警察 做保安 你今年会得利 但是如果你是做 马仔 做打工 没什么 抓拳的 就默奸 我说真的一只牛 我做一只牛 就对了 这样你反而是安全的 财那方面来说 它无破财 也都无特别的财 所以一个 稳守稳打稳债的一年 感情那方面 就容易无端端冷战 奶煞 所以都要多些忍耐 在十二生肖里面 今年来说 老虎是逆马最强的生肖 换句说话 它是动动最多的生肖 越动它才有生机才是赚钱 所以如果你是做旅游 做贸易又是属老虎 恭喜你了 但是老虎今年 犯了这个血光之灾 所以你一定要做捐血 然后早点验身解除去 但是如果你做 和血有关的行业 徒夫医生 外科医生 尤其是牙医那方面 你会比较优胜 还有这个老虎今年 也都动中主权 所以譬如你是做外交官 所以这个做老虎的人 你根本会特别得利 熟虎的人健康方面 除了容易有血光之灾 其实健康整体会好 去年强壮一点 兔子的人 今年都有少少凡太岁 就跟去年不同 去年做太岁 今年叫做海太岁 也都叫做村太岁 意思就是一般是凡人事 所以我经常是广东人 说开客监着来 就认了兔子了 所以兔子今年应该 多点做事 多点赚钱 少点跟别人说话 少点争执 但是兔子今年其实 正财不错的 有两三个财星座局 所以如果你熟兔的人 是一些做技术性的东西 做幕后的东西 其实今年是相当不错的 如果真的要对人怎么办呢 最好就找个副手 帮你处理一些人事上的问题 还有你今年也可以找一些 属老虎的人帮你 因为老虎加你的兔加迷龙 可以合在一起 就有相当大的助力 在这里记住 多点忍耐对人事方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